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美鳳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美鳳去日本出外景時很冷 日本冷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們要看下雪 台灣很少下雪 然後要冷就要很冷 你就可以穿一件厚的衣服 就覺得很開心 重點就是暗 不管你去室內任何一個地方 暖氣很強 我就覺得開始脆乾 開始臉就在乾 然後療溫就開始來了 所以在那邊我覺得各位朋友 你到寒冷的地方 你要多一點保濕 滋潤之外還要有一點油的東西 但是怎麼擦也很重要 一不小心造成反效果也不好 雖然回來台灣 台灣天氣雖然也不穩定 在冷到冷的時候 現在開始慢慢冷 我們要怎麼保養 也是在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 我請到特別來賓 我來請教他們 他要怎麼保養 他會不會有肌膚上的困擾呢 首先歡迎在我們歡迎Julie 鳳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Julie 我聽說秋冬季節 真的是乾燥機的惡夢 又乾又癢 快要瘦氣了 尤其是皮膚過敏 真的很容易就會癢 癢到紅腫 然後就會有瘦瘦 很不舒服 另外這一位 他也四處頭髮髮髮 上次也去出國 看他如何保養 歡迎林志佑 美鳳姐好 我真的用百年傳承下來的 護膚秘方 打造水潤光澤的好色質 現在看起來滿滿亮的 對 好的 接下來要介紹這一位 他現在會住在那裡 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歡去的地方 通常都是去玩 他就住在那邊 但他也沒有什麼特別 要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照顧自己 我們歡迎林立菲 哈囉 美鳳姐好 大家好 敏感的肌 一換肌就會拉簡報 泛紅脫屑樣樣來 好可怕 真的 脫屑就很麻煩 對啊 Julie 你女兒子起來 很厲害 我真的 我在講女兒什麼 她女兒天生 有那個好的肌 本來臨時要幫同學 就給朋友寫個歌 沒想到寫得大家都好愛 對 然後就剛好就有 她的運氣也很好 就公司就有看到她 然後就有簽她 遺傳到我們的好基因 對 當然本身她也有才華 對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她上次有翻唱一個 就猜一點那個 就是檸檬草的味道 然後 她就是我常常有聽她 就是錄一次 兩次 我覺得好像不太好 她常常就說身體不舒服 不好險 因為她很容易感冒 你知道真的風一吹 她就會覺得這裡都鬆起來 她就是有點喉嚨很容易過敏 就後來還好 就是還滿順利的就錄完了 反正現在我覺得 小孩都長大了 然後就有他們自己的天地 我就盡量不要管他們 這樣就好了 自己照顧好 把自己照顧好 小孩是沒壓力 當然也希望小孩 有時候會無形的壓力 他說 他爸媽是誰 新二代 有時候有二代 其實新二代壓力真的很大 很辛苦 很大 沒有關係 你們就好好做你們自己 我有家長 有父母 能否這樣支持我 你一來換一個角度 我非常感恩 不要覺得說 沒有 我跟他妹妹 你現在說 好感謝我爸媽 給我那麼好的基因 又給我那麼大的空間 我會好好努力加油的 其實新二代其實是辛苦的 不過我就覺得就是說 那是一個過程 現在都大了 養帆因為有你 我跟妳講 他這整個真的是 有夠幸福的 說實在 當然你也很 這賺到了對不對 他賺到了 不能這樣講 他也很 很努力要把它做好 這一點就 因為有你他更好 那至幼是 我是覺得他這 真的小孩都好獨立 有兩個兒子對不對 對 都很厲害 長大了 所以家庭常常四處都會跑跑 對 現在其實因為小孩大了 然後都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現在我跟我老公的時間 就比較好 我們像前兩個禮拜 我們就去高雄 去台南 也是忽冷 忽熱 回台北又寒流 去到南部又好熱 我們下禮拜又要去新加坡 又很熱 對 熱 冷氣很冷 對 然後現在又不知道 帶冬天的還是要帶夏天的 然後一月又要去香港 所以我又覺得那種 其實有時候這樣玩下來 有時候也是真的要跟氣候 跟溫度來抗戰 對 真的 有些東西還是要 該準備還是要有準備 對 可是有時候這樣玩下來 其實也滿開心的 當然 當然 四處跑跑那種心情 我剛剛說到麗菲 她現在住在 我跟你講 台東的景色 空氣什麼都好 好美 就每天一睡醒 你就看到台東來的天空 就心情會很好 因為我覺得待在台北 台北不是不好 是台北很潮濕 又一直下雨 所以心情也會跟著鬱悶 可是在台東就不一樣 因為我們就是為了小孩 讓她 因為我小孩今年六歲 讓她在台東可以有一個 快樂的童年 讓她玩中學 學中玩 我們就去 為了她搬到台東去念小學 就還好是因為我先生 她好幾年前在台東 拍過紀錄片 所以她對那邊是有一段 感情在那裡的 所以她就很堅持去 我也就是為了家庭 我也願意配合 就我們有個共同的目標 很棒 讓女兒可以快樂地長大 但是我當然有一點滿擔心的 就是你看我 台東 台北兩邊這樣跑 其實小孩待在那邊 也很容易感冒 為什麼 因為像現在這個天氣 台東的天氣 白天還是 太陽還是很大 可是到了班晚 又開始變涼了 所以這樣容易感冒 然後我這樣台東 台北兩邊跑 台北一定比較濕冷 所以就很容易感冒 然後皮膚也容易 過敏 你看像我現在就在過敏 換季 溫差 溫差 溼冷也會過敏 會了 溫差 溫差會 溫差會 很容易讓皮膚不舒服 乾燥 會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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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那個乾到後來會脫血 然後就開始癢 就會很不舒服 對 如果是這樣溫差大 每個人身體反應不一樣 我不知道妳會不會有不舒服 或是各位都說 不舒服會怎麼反應出來 像我就是因為那種 日夜溫差很大 有時候我出門的時候 可能就是溫度是 早上看有太陽 對 我都會說那是假太陽 後來 因為你明明看到太陽很大 可是還是涼了 然後你出去 忽然覺得有點涼 然後你戴個外套 薄外套 你想說它有太陽 可是到了傍晚 不得了 冷了 整個風 冷 對 那個薄外套根本不夠用 然後 回家就莫名其妙 開始一直打噴嚏 對 而且像台東那個 東北季風 好可怕 好像颱風 你知道嗎 那個 還有風吹沙 就是會 你的臉 會有很多一些沙 會痛對不對 會痛 然後臉就會很不舒服 會開始癢 然後喉嚨也會開始 咳嗽 會癢 冬天的肌膚基本上都 狀況都會比較多 超嚴重的 像我的冬天一定很嚴重 因為我一定吹暖氣 我連上車都要開暖氣 我前天去宜蘭 我那天去宜蘭 白天熱得半天還穿短袖 但是那個海風很大 那我吹到4點 那個太陽一下山 真的見鬼了 還好我拿了一個披風 我把整個頭包起來 上車 我就開始發抖 很會發抖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開暖氣 你睡覺開暖氣 那真的很乾 可是不開暖氣 但是開暖氣睡覺很爽 妳知道嗎 我跟她是不 我跟她一樣的 我是沒有暖氣睡不著 像前兩天 前兩天大概有一點點冷 小寒流 大家就覺得說 就換個棉被 我是把暖氣打開 對 會是 因為我不開的話 我就整個覺得說睡著 你就覺得那空氣是冷的 對 睡一拌起來就 手腳會冰 因為台灣真的是比較濕冷 你會覺得說好像 冷冷 沒有 就開暖氣 很多人會這樣 可是真的 開一下沒多久 臉又開始不舒服了 對 我有乾 我是真的早上起來 我就會有那種紅紅的點點 太乾了 好像肺子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臉上長肺子 他們就說沒有 妳是臉過敏 我也是 常常會有這樣子 就覺得摸起來 洗臉的時候覺得不平 粗粗的 對 對 我以前乾的時候還沒有怎樣 因為以前膠原蛋白好的時候 就會膨出來 我現在有發現怎樣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這樣子睡太久了 然後起來 那個紋不會回來 因為乾到那個紋就出來了 你知道嗎 那好久才回來 很多人說 我明明都有乳液 我有化妝水 我都有保養 我叫做面膜 怎麼覺得還是很乾 為什麼還是乾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我跟美鳳姐說 因為為了這件事情 我就去跟醫生好好地聊過 妳是罵醫生還是聊天 我 嚴厲地請問醫生 妳不要那麼害怕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跟林立霏講 然後她就覺得 好恐怖 姐姐好難相處 沒有 我真的覺得兩個姐 好像很好笑 一個女人到了更年期的時候 妳本來就會很乾 是 真的 真的 妳身體的水 我連眼睛都乾 對 對 這是真的 然後我們就有發現 這幾年那個保養品一直擦 妳雖然外面滋潤了 但是妳一下子之後 妳就覺得 皮膚基底就是覺得好像 覺得很緊繃 妳知道嗎 背背這樣 背 就是水分一直被蒸發 然後我們就去看醫生 問醫生我說 妳看我就是乾到會癢 我後來甚至於有一陣子的化了妝 我那個保濕是這樣拍上去的 要不然它就是會乾到會脫去 然後妳沒辦法上妝 那我就跟醫生聊 醫生就說 林小姐 妳現在 我們要認清一件事 就是 我說我知道 不用再強烈地告訴我這件事 但是他說 妳們最重要 因為我以前很過敏 所以我只擦保濕 對 我其他的都沒擦 我只擦保濕 但是他說現在不夠了 妳要 會說回來 妳要知道 那個油有時候 妳有時候擦不好 它是不透氣的 對 還溫柱 會長小肉瘤 對 會長一顆一顆的 真的 也是會長痘痘 對 我有一次就是擦不對油 然後我旁邊就開始長痘痘 我們現在那個痘疤都好難揮出 對 都希望 所以我當然會希望就是說 就像基督 其實妳現在的狀況是還不錯 我現在真的找到好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陣子 我用凡士林整個厚膚 妳知道嗎 凡士林 好氣 那個凡士林 我跟你講 那妳第二天洗了妳怎麼辦 妳還不然那天洗了這樣 我把它油去掉 對 而且那天洗頭髮 頭髮黏得滿黏的 然後更癢 妳知道嗎 因為很黏 然後我後來就長了好多小肉牙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很痛苦 可是妳那個乾 乾到我們自己 連醫生都說 不然妳去買加濕器 我說我連什麼加濕器都沒用了 我後來就去找 我就去問 我有一陣子就問人家 有一陣子日本人很流行 馬油 有沒有 我有一陣子 也去買馬油 有一陣子我用什麼 綿羊油 都用了 有 我也有用過 有沒有發現 馬油 綿羊油這些都是動物性的油 是 可是我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比較舒服 因為我後來就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 動物性油脂 真的是跟我們皮膚的一個 滲透性是比較剛好的 我後來有發現 我最近有發現有一種 動物性的油脂是 對 韓國 韓國的日本醫典 人家都用鹿油 我就很認真去研究 他們就說鹿油 對肌膚的營養成品 它有維生素1 然後它的脂肪酸 它有 Omega的7跟9 所以它對我們肌膚的那一種 彈性跟保護 它有修護作用 可是因為我們台灣怎麼樣 算是一個溫熱帶的國家 我們用動物油會不會太黏膩 會不會太油 其實我那時候有去做過一個實驗 因為我也很好奇這個東西 因為我自己很敏感 所以我一直在找 後來我就有去研究 他們說鹿油是大概 35度2 它就會融化了 我們人體是36度 差不多 所以那個鹿油塗在我們的肌膚上 它就被吸收了 它就很好推 最主要是推得開 然後很滋潤 你推得開它就會融化 它就會薄薄的一層 所以它的飽和脂肪酸 比較多的話 它在我們身體的一個 吸收度非常好 因為滲透性也很好 最重要它在那種 極地探險的地方 他們都是用它來做修護的作用 對那個凍傷 還有那些刀傷 他們都用這種比較天然的東西 來做修護 那它很強 對 你知道嗎 我有看過他們有一篇報導 就講 有一個極地科學家 那種氣候科學家 跑去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是很冷的地方 結果它碰到大風雪 它就被困住 然後他們那邊的阿嬤 老奶奶 就用那個 然後把他的雙腳 泡在溫水裡面一個晚上 他就這樣把它 保住了他這個雙腳 不然凍傷是要截脂的 你知道嗎 當然就是有 熱水是很重要 有抹一些油 對 要消滬 不然會蓋掉 對 像用動物油去保養 聽說動物油好像對敏感的 肌膚比較 會有不舒服的狀況 會不會 對 用太油 其實有的人 大家都很怕說這些動物性油脂的 厚 濃厚度 對 當然是油 但是其實我有去研究了 我最近就有發現 你有研究 一定要 因為我要擦在我的臉上 你不研究 我都幾歲了 到時候擦了 我臉壞掉怎麼辦 我們靠臉吃飯不行的 是 所以最主要我會過敏 所以我就發現 我現在發現的那一個 韓國的路由 它是有 我跟你講 一定要做低敏測試 因為你沒做低敏測試 它是沒有辦法 讓我擦在我的臉上 因為我馬上就會過敏給你看 低敏測試 也就是說 對小孩也可以嗎 對 所以任何年紀都可以用 是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一罐是真的很厲害 我有帶來 有帶來嗎 好想試試看 我有帶來 我跟你講 就是這一罐 你看它很漂亮 然後它就是來 它從韓國來的 坐飛機 對 坐飛機來的 然後我跟你說 我平常的保養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好想知道 臉都是要卸妝跟卸張 所以要卸 卸妝是哪一個 這個 這個是 它的植草系列 這個卸妝的時候 是手乾的時候不要碰水 對 因為它是 所以 所以 卸妝的 所以它也可以卸髒 它也可以卸你的淡妝 所以一次 搞定 所以有時候出國這樣 你意思就是說 乾的 然後塗在臉上 抹一抹 它可以卸 所以有一些 我們的髒 我們其實就這樣洗卸 你看它卸完之後 你這樣用水 它就已經變 變水了 好 它就可以洗 然後還要再用肥皂嗎 不用了 好 那這樣 我會覺得如果我們比較濃妝 可能眼睛部分要專門找眼睛 對 如果你平常只是隔離霜的 你回家就用這個就可以了 濃妝其實還是要用我們的卸 基本的濃妝 隔離之類 你就回家用這個還是 隔離防曬或淡妝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它隔離也沒什麼 就不用卸 不卸 還是要 對 用這個OK 然後這是什麼 這個是它的化妝水 好可愛 對 因為它們是植萃系列的 植萃系列就是很天然的 要用化妝棉嗎 化妝 直接拍臉上就可以嗎 我有去研究 化妝水是這樣 你第一道 你如果特乾 你就一定要用化妝棉 把肌膚的勾紋 再擦一次乾淨 OK 你如果特別乾 我跟你講 再加 我後來是這樣 直接這樣 你特乾 像我一陣超乾 我的化妝是需要用拍的 它才會進到我們的底層 是 你知道嗎 像這樣底層拍完之後 我跟你講 厲害的來了 怎麼樣 我要出動我最喜歡的路由 這是油 這是今天 路由精華 這是精華 對 你知道嗎 它是來自於紐西蘭的路由 很天然 然後我就這樣滴一點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它裡面 還有非常棒的 Omega 7跟9的那一種 一甲果油 然後它還有 大小的一個潑尿酸成分 潑尿酸可以鎖水它自己 重量6千倍的水分 我要試用 保濕效果 你要試用 對 保濕效果超好的 超好 對 而且 我也要試試看 它非常地舒緩 那你還要再拍一拍嗎 對 我就會 因為它不油膩 不油膩 它是精華液 對 你知道它很滋潤 但是因為它有 肌底是入油 OK 你知道嗎 所以它這樣的一個 保護的作用 就像你的皮膚多了一層鍍膜一樣 我也說我的手其實很乾 你看 我擦完了 你看 對 那個光澤有差 本來想說那個 擦上去或是 對 我以為它會很油膩 不會 它很清爽 它很好推 你剛剛說的 你剛剛說的是 這是 但是你不是還說什麼油嗎 這是精華 這是基底的鹿油精華 然後還有 但是你平常呢 平常我就是擦這樣 它這個就夠了 那我吹暖氣 暖氣來 對 暖氣 那我需要 我的好朋友 暖氣 這個 鹿油霜 那如果有人 沒有吹暖氣 可是本來就很乾的人 也可以加一點 對 像麗菲 我就建議 你只要來到台北 你一定要擦薄薄的一層 你來台北 你就會發現 因為它是鹿油的一個人 基底的霜 它在台東也可以擦 它晚上那個也是很冷的 也是很冷 烤烘 像我最近有烤那個烘 那個風很大 你知道這個薄薄的一層 一層薄薄的 薄膜 就像你擦了一個鍍膜 你知道嗎 請問一下 油是要怎麼擦 是要在臉上這樣推開 還是在手上推開再 沒有 我都是用直接在臉上推開 臉上這樣推 OK 因為它很細 它其實延展 它延展性很好 它也是油性肌膚的人 可不可以用 可以 連香味都做過低敏測試 所以小孩都可以用 小孩可以用 老人可以用 而且這個味道應該 男女生都可以 對 是不是 沒有太過於香 所以我覺得 其實家裡只要有一瓶這個就好了 從小到老 然後任何肌膚都可以使用它 真的用萬用 萬用膏 對啊 重點是它擦在我們肌膚 我們當然希望它的成分 各方面都是有很安全的 對 這個成分是OK嗎 對 它有做過 低敏測試 然後做過很多的測試 而且它是用 因為它是來自於韓國 因為我剛剛有講 韓國的醫藥點擊裡面 他們就很用路由 來做這些保養的成分 了解 而且它還有美容師跟科學家 他們來做特殊的調配 非常適合我們現在的 這些多變的氣候 好 因為這幾年的氣候 一下子忽冷忽熱 其實是讓我們自己的肌膚 很難來做適應 我相信他們 因為你們有沒有發現 韓國很冷 對 可是他們女生的肌膚 非常地好 對 會不會他們每個人家裡 都有一瓶 我最近就很愛這個 你知道嗎 我覺得它媲美 萬元的保養品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每個人可能都有一些 他自己本身的 基本的保養的一些 有的沒有了 我覺得你原來的是可以 可以 你可以再來 加強一些 尤其在天氣或是說 變化的時候 變化比較大的時候 就算夏天好了 有時候我們進冷氣房 一整天上班族 其實適時的可以補充 還是可以 真的 當然你有化妝 你可以斟酌 如果沒有 一般的話 我就 家庭主婦在家裡也是一樣 要把自己照顧好 就是你 我的保濕 我的乳液 可能擦了之後 我可以再來擦 可以再多一層 加強 對 加強 你想要清爽的話 你就多撐一層 入油的精華液把它封起來 你如果像這種秋冬 像我今天來到林口這邊 風很大 所以我在車上 其實我已經先擦薄薄的一層了 所以這個 我來上妝就很容易上 因為其實林口跟台北天氣 就已經不一樣 有一點風就不一樣 風大 不過我是覺得 不秀我們的肌膚 會有一些紋路有的沒有 真的靠自己 平常稍微注重一下 那個保養 那現在又知道了 什麼樣的方法 它不會造成我們的負擔 但它可以把你的保濕保住 沒錯 加一點滋潤 因為天氣會冒黑 所以我覺得應該好好保養 當然清潔是最重要 然後保濕最重要 鎖水 還有最重要是 要有一點油 鎖住你的水分 這是很重要 要平衡一下 要平衡一下 那你這樣就可以 就算有時候沒化什麼妝 氣色都很好 對不對 這樣美美的 一定要 這個還是可以化一點淡妝的 對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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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這個是 白天如果擦了 今晚我再化妝都OK 可以 美鳳有約 以上節目由宜蘭賀地法 紅莉花莊園冠名贊助播出 我好笑喔 不堪竿